一把狙击枪瞄准了女人 然而子弹打偏了 女人慌忙拿起身边的武器 透过瞄准镜她看到了远处有一个人 女人非常高兴 她向那个人招手 说自己不会伤害对方 然而对方又一枪打穿了女人的手掌 等女人包扎好手掌后 那个狙击手已经不见了 女人很兴奋 她拿着武器搜寻那个人的踪迹 她并不想伤害对方 因为她已经三年没有见过活人了 三年前 地球爆发了病毒 所有人类几乎灭绝 女人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 在这三年里 女人搜寻了几十个城市 然而她从没有遇到其他存活的人类 整个世界一片死寂 在这一千多个日夜里 她只能通过写日记排解无尽的孤独 白天继续跋涉 寻找可能存活的人 所以 即使有人突然对她开枪 她反而欣喜若狂 终于 在一个拐角处 男人从高处剖析扑倒女人 她举起双手示意不会攻击 但男人却抓住女人的手咬了上去 女人奋力挣扎摆脱男人 她举起枪苦苦哀求 男人仿佛没听见她的话 再次扑了上来 为了自保 女人只能扣动扳机 看到三年来唯一遇到的活人被自己杀死 女人崩溃了 她趴在地上生死力竭的大火 埋葬男人后 女人坐在地上眺望着远方 或许在明天她会遇到新的活人 但也有可能 她永远无法遇到同类了 三体的作者刘慈欣 曾在书中提出了黑暗森林法 在一片漆黑的森林里 生物之间相互探测 对方是否拥有善意的成本是很高的 而直接攻击的成本就很低 所以为了不让对方威胁到自己的安全 消灭对方才是最佳的选择 在这部短片里 生存是每一个幸存者的第一需求 即使女人表现出最大的善意 但男人无法辨别女人释放的善意是真还是假 所以才会继续攻击 在文明体系崩塌后 有一个残酷的事实 相互猜疑才是人类交流的最大阻碍